在这边先感谢这个Pojon IOI这一件G-SHOCK 这个专柜这个Boutique借小钢拍摄 希望的朋友可以来逛一逛 今天要聊什么呢 聊这个最新的这个CASIO G-SHOCK CASIO目前卖的最火爆的这个表款 就是非这一款表莫属的 可以讲是这个2100这个型号 那也就是民间称的这个农家像素 这个CASIO ORG 那目前其实它数来数去 它好像已经推出到了第三代 而且还是今天影片这一款是刚刚到 刚到马来西亚不久了前一阵子 那喜欢的朋友就一定要留意一下 这一款最新的这个2100这个型号 那简单的告诉你一些区别 还有一些特色 小钢会让你更清楚要买哪一代 会更适合你自己 那先来说一说第一代这个GA 2100 马币售价其实大概在 马币是525 就是500多左右这个价位 它是全塑料材质的 也就是造就了2100 农家像素有今天如此火的这个地位 可以说是功神 那毕竟一推出这个全塑胶的这个2100 当时候也有了很多这个改装的配件 也可以说是把这个农家像素 玩得出神物化 真的是全靠第一代 那绝对是功不可没 可以说第一代 那去到了第二代呢 其实这个GM 2100 它维持原有的这个外星 然后它这个设计 那它的售价就去到大概是马币 940多了 就大概马币不到1000了 将近1000这个价位 那然后在这个表克的部分材质 也提升到了这个金属的这个材质 表带 它依然是用这一种符合塑胶材质 这个它是塑胶的这个表带 上手其实 如果要比起第一代来讲 它是确实 大大提升了这个它的这个质感 感觉给人就是更成熟的这个感觉 那有种好像是这个电影这样子 这有一种终结者 Terminator 一代比一代强 打不死 跟你讲 我用这一支表跟你讲 I will be back 所以当你以为 它就仅仅只是这样的时候 突然它又和你说 I am back 我又回来了 那时隔几年 再次发布出第三代 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 GMB 2100 多了一个B 在中间这个信号 终极版 马币售价大概是2600多 到2700多左右 这个价位 你看它这个提升的幅度 就上了 将近是一倍 那整支表 有什么惊喜呢 我们来看到 它可以看到它整个材质 再一次升级 进化 也就是影片看到的这个 全身都是铠甲般这种 强悍的 全金属材质 但是给人就是好像 感觉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了 就跟之前那两代 内部机型的升级 这个信任也做了这个升级 它的这个机型 表径尺寸和前两代比起来 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 还是非常完美的这个尺寸 上手不会太大 而且一样还是那句 真的是非常爆的一款 G-SHOCK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大家也知道 G-SHOCK一般是又大又厚的嘛 就是 你基本上就是户外带 才比较合适的嘛 那这个 2100这个型号啦 农家像素 有一些 每一个人都会非常的喜欢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是非常的把握戴在手上 那这里小刚就放一张在别的频道 看到的这个截图的 它这个尺寸的数据对比 然后就接下来放在这个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说比起第二代来讲的话 简单说白了 这个就是第三代哦 它现在哦 就是把这个表带变成了全金属材质的 那不再是用这个塑胶的材质了 这也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代来讲 全塑胶 第二代那个头是金属 表带是塑胶 第三代就是连表带表头就全部都是金属 这样子啦 那所以它不只是外观的这个升啊 这个升级啊 其实里面机型 我们等等就会说到啊 还有改用了一些新的一些啊 就是在Casio里面非常实用的一些功能 这个机型 那在这里说到这个 说一说它这个上手体验啊 这个表链啊 这个心得啊 小刚分享一下 我可以讲我拿了这支表之后啦 小刚可以说是完全不会向外面改装 那一种配件啊 可以拿来做比较的哦 因为原厂的这个工艺啊 真的是太好了 但是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哦 这里小刚提一提 手感稳重扎实 而且是G-SHOCK粉丝哦 你就会留意到它这个表带的造型啊 就和那个全金属的那个小银块啊 那之前也是非常的火嘛 那个GMW啊 那个B5000 也是曾经 TICK-SHOCK 风吻啊 这个表款啊 那个链 它和它那个小银块啊 哦 那个链带哦 几乎是一样的哦 你会看到哦 那全金属这个IP电镀配色也是一口气啊 推出了三种选择 那这一次我真的很难选 因为我拍影片的时候 哇 操真的是 每一个都 太好看了 真的是 完全没有一款颜色是我觉得不好看的 我真的太难了 这一次 全钢的就不用讲了 你看哦 有一种如果你要我去形容的话 它确实有一种好像钢铁侠那种 Iron Man 哇 那个电影中这个Mk2啊 我第一眼看就想到是很像这个Mk2 这个第二 这个钢铁侠啦 Mk2里面那个Prototype 就是还没有上色的是那个Tony啊 用来测试 就是这个钢铁侠功能的那个型号嘛 对不对 哇超酷的 那全黑的这个G-SHOCK啊 这一款哦 2100啊 哇超有形啊 真的是 表盘也是一样的 几乎是全黑的 按下LED灯光那一扇啊 会非常的酷 上手感觉还有那种 你知道吗 木村拓栽那个 那种帅死人的那个魅力啊 那又还有一种你全黑嘛 有一种 因为这种是日本表嘛 就一种你会联想到是那种 日本忍者那个 NINJA 那种SACHI 以速度的那个神秘感 喂 非常的酷 那玫瑰金色调的这一款就更不用讲了 表盘的这个刻度 石标也搭配了这个玫瑰金的这个色调哦 那显得非常的特殊哦 上手就是一个霸气十足啊 在现今社会的审美眼中来讲 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色调哦 搭配在这个这一种农家像素这个表款啊 有这种降高级的颜色用在这种GSHOCK 又是非常出名的这种表款啊 瞬间啊 分分钟就是给人 你会觉得这一支表啊自己是万这样子啊 哈哈 那再来 2100呢全塑料的到今天这一款啊全金属的哦 其实都一样啊是相当啊都有相当强悍的这个防 这个冲击缓冲这个科技啊哦 在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啊绝对是GSHOCK最引以为傲的这个技术之一了 那大家知道带GSHOCK就是因为他耐用耐操嘛 那小刚自己也是每次掉地上哦 完全不会担心的 那这个就是带GSHOCK最好的最好的一个优点哦 那刚前段刚有提到内部机型功能升级了嘛 他其实也就是导入了目前在GSHOCK表里面哦 非常实用的这个Bluetooth蓝牙连接手机这个APP的这个功能哦 蓝牙连接手机这个功能哦 其实他也是有在第一代啦 后期更新的那些就是我们看到全塑胶 这个农家像素啦 其实他也导入了这个蓝牙新的功能哦 那代号为GAB哦也是多了一个B在中间哦 那售价去到从500多也是去到790 大概是800块左右了 那其实第一代那个全塑胶的那 其实价格非常清明嘛 而且他出的这个颜色的配色款式都非常的多 所以一路以来他没有说啊第一代出了啊 会停产第一代变第二代第三代 其实都没有啊 你会看到第一代他依然还是有在贩售 而且还是非常多的这个款式你可以做选择 一路都有推出新的一些款式啊 那这个这个APP啦小刚刚讲讲 我们就所谓你口中这个APP哦 这个APP哦 其实真的非常强大 非常多功能让你玩个够啊 在这里小刚我就不一一解说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别的频道哦 那小刚个人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功能啊 就是好像简单讲几个我自己非常喜欢哦 就你可以完全和手机这个和手表啊同步这个时间啊 哇这个真的是让你节省很多很多时间哦 那毕竟我们这个手机对应这个网络统一的时间是最精准的嘛 对不对 我基本上你不用去浪费时间去调 我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最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功能之一啊 还有就是你可以单独 你可以单独用手机调你的这个手表的这个指针时间啊 这些又可以用手表来远程寻找你这个手机哦 让手机发出那个声音哦 哇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一些科技哦 又可以以这个监控手表电池的这个电量等等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监控手表这个电池它的这个电量啊 我也是觉得哎非常的非常的贴心啊 这种这种啊这种功能啊 真的是一个装逼黑科技啊 那三代同框呢 其实啊选择非常明显啊 就是在于它价格的这个差异哦 那如果价格今天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呢 那就看你想怎么样去用这一支标了 那例如今天啊我买这款Gshop 主要是户外活动居多 那佩戴又拿来初用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选就是这个第一代全塑胶材质的这个比较合适啊 那因为它论功能和价格比起来哦 CP值绝对是非常的高 尤其是我有提到第一代全塑胶的 它有一款给你选也是可以连接手机那个功能啊 还有更新就是这个多了一个B嘛 GAB这样子嘛 那它价格也高了一点点哦 其实你可以这样选哦 那如果你想比较喜欢休闲呃佩戴 但戴起来又有点高级感的 然后上手又想比较轻松舒服的 那重量要不要太重了就我们所谓的轻松束缚 那你可以考虑第二代哦 因为第二代 这个毕竟它的表刻 是全金属材质了 但是它的表带哦还是搭配这个改良过的这个符合 塑胶材质的嘛 原厂的这个塑胶表带它材质哦 其实你拿上手是非常的好的 那而且当然上手也比全金属的三代更轻更贴手了 第二代因为它的毕竟它的那个表带啊 还是用这个这个塑胶的材质嘛 那如果你是喜欢高级商业风格的这种business class 又很high end这种high class 那还会拿来搭配白领的 就我们说你可能可以会用来上班会佩戴这样子 那还想要一款兼顾的这种耐操的这个我们所谓的通勤表 而且价格预算对你来讲不是问题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选择今天影片这个第三代的 那毕竟原厂所有能给你的已经给了下去哦 就不用你后续去做任何的这个改装哦 对不对 那以上就是小刚的一些小小的分享 跟一些心得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